照座下所知 大師爺少年出家 又怎會和聶薇娘有此業縣呢 只怪我凡心未盡 無法參透一個情節 說起來這件事已經有十年了 當時的我 已經是藏經閣的首座 以我這種年紀 可以做首座 少林子百年來絕無僅忧 那時候的我 難免有些心高氣憂 偏偏就讓我遇到一個 聰明又任性的魔教聖女 聶薇娘 師主, 師奶少林禁地請回 你這個和尚 讓你嚇到我 鬼鬼祟祟, 你從哪兒跑出來的 鬼鬼祟祟是你 已經看著你很久了 佛門是清靜地請回 你這個和尚 看你一表人才 嘴巴這麼不乾淨 多謝讚賞 你信不信我告訴方丈 那也好, 讓方丈自己趕你下山 不用勞煩我 好, 既然少林子這麼多禁地 就走吧 恆真不送了 不送了 又是今天早上的女賊 我也說你不方便是好人的 騎 你… 死和尚仔 打我 偷甚麼事 甚麼事 易軍經 別跑 給我一本錢 死和尚, 你不要死錢 我沒用 給我一本月經驚 你想要嗎?來拿 拿 死我手 死我手 不要再來了 你抓緊我 死和尚, 抓緊我 抓…抓緊我 你不要放手 抓緊我 不要放手 抓緊 抓緊我 你沒事吧? 我的腳很痛 你沒事吧? 不用理你, 我的小孩不是你 我怎麼會摔下來 你看上面, 很高的 你沒事了 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 不要放起來 然後… 他… 保住 你沒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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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把你拍下來 你沒事吧 我們也不用認識 你沒事吧 我沒事的 你沒事吧 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 我懂得叫我 我懂得叫我 你也知道我 你也知道我 我都不知道 你也知道, 四十五歲 你也知道 你真的知道 我真的知道 你再想想想想想 你也知道 我從未必有 你幹甚麼呀, 臭和尚 不要呀, 不要呀 我叫她聶媚娘 他叫郭森 郭森 你會不會抓我回少林寺的 你進床經國偷經 我當然要抓你回去 讓方丈發落來 你放我走呀, 我會報答你的 和尚四大街兇 我不會受你引誘的 我呢 阿彌陀佛 如果你放我走 我就以身相去 善良…你太放肆了 一個輔導人家 怎麼可以說這種話 我是聖教兒女 絕對不會驅禮世俗的眼光 你沒有教聰人 我配不起你的臭和尚嗎 善良… 你不用說得真正經了 剛才你揹著我的時候 心跳得很厲害 你根本就是煩心美了 從來沒有男人 能逃得我連命 連和尚也不例外 是呀 是呀 其實你拒絕我也沒所謂的 反正我跟你 也沒法離開這個深谷 我跌下來的時候已經看過了 這裡根本就沒路可以出去 況且這裡四面都是鵝壁 也沒路可以出去 看來我跟你 也要在這裡過一輩子了 可能是天意 我和薇良在山洞那半個縣 我們倆之間的鑑惡 就越來越少 我漸漸發現薇良有一種魔力 她一憑一笑 一舉手一頭糟 對我也有一種 難以形容的吸引力 我的意志力一天一天這樣減弱 我終於向她屈服 我幫妳出現了 她的皮膚 多張 我去手 我幫你 你 我幫我 我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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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皇珊仔 我拿着衣服 皇珊仔, 水涼不涼? 你的衣服在我身上 我替你保管住它 姑娘, 別玩了, 你把衣服拿給我 麻煩你 我這次還不能報仇 阿彌陀佛, 你這輩子都不想起床了 我坐在這兒看著你 阿彌陀佛 你還要阿彌陀佛? 你混蛋了 這十幾天來, 山洞裡會飛會走的東西 你都吃光了, 好不好嗎 醉過, 醉過 你回到少林寺, 沒甚麼想起床了 幹甚麼? 人家跟你開玩笑, 這麼認真 你不說, 我不說 誰知道你吃過甚麼 那倒是呀 那倒是呀 你這個和尚仔 待會兒你生氣, 待會兒就少了 看看你這個傻子, 挺有趣的 你也是呀, 我跟你相處十幾天 都覺得你這個人多善良 是呀 你給我一件衣服吧 有本事來了 還在這兒的褲子 我要把你拿走 你給我一件衣服 這兒的褲子 你給我一件衣服 你給我一件衣服 我給你一次 你給我一件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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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沒有後悔過 終於你們就找到出口了 是, 我在山路 找到一個很隱蔽的出口 結果你們就分手了 是你還是薇良 先離開 是薇良 因為他是為了我而離開的 我犯了色戒 雖然我沒有後悔 可是我內疚 我一直很想回少林寺 想見師父 我知道師父很擔心我 當我找到出口之後 我跟薇良說 我想回少林寺走一次 她求我不好 她說我一回到少林寺 我們的緣分就會盡 薇良為了承傳我 有一晚她就不辭而別 當我去找她 已經找不到她 我唯有回少林寺見師父 我為了這件事隱瞞了師父 師父罰我師過艾 臉逼兩年 那時候你知不知道 薇良已經有了你的骨肉 我不知道 如果我知道 一定不讓她走 薇良離開你 是因為她已經對你生死了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薇良 為了山小火出來 她已經受了很多苦 我欠她實在太多了 所以你寧願身敗明煉 也要包庇她 是因為你對她還有情 羅兄 你可不可以答應我 放我薇良和小鳳 大師 為了薇良 你真是甘心 把你畢生的功精押上我們 真是為了一個情節 羅兄 羅兄 銀善道的解藥 你拿到沒有 那我們回來先救大方大師 和上官保主 其他的事 以後再說 上官保主和禪師押頭的黑氣 已經消失了 羅大俠, 怎麼樣 他們兩位已經弱到獨裁了 羅大俠衣術超長 貧僧敗服 好, 上官天鵬 感謝羅大俠救命之一 其實今天兩位得救 並非座下的功勞 羅大俠為何這麼說 好 要不然得到方丈 打開方便之門 讓座下可以在藥書院 拿到各種解讀的醫書 座下又怎能在短短的時間裡 找到解讀的方法 兩位應該多謝方丈之恩 方丈能夠不被門派之言 實在令在下佩服 舉手之路, 何足掛刺呢 羅兄, 我感激你 幫我和薇良保守這個秘密 大師兄, 你無需多謝 我記得我師父 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說要殺十個人 是很容易的事 但是要救一個人是很難的 從我救第一個人開始 我就深深體會到 我師父說這句話的含意 這次大師能夠點化命 讓他放下屠刀立地成分 把他從魔教救出來 不僅是一件很大的功德 更加是一件很艱難的工作 又怎能輕易把大師的努力 化為烏龍 不僅是一件很艱難的 畢竟救人真是很艱難 如果江湖中 人人都可以有你這種胸襟 那天下就會少了很多紛爭 世間就少了很多殺龍 大師, 我唯一擔心的 就是微量魔性難受 未必真心灰改 你放心, 如果微量真是魔性不改 再危害江湖 我自然會給一個公道出來 有大師這句話, 我就放心 師兄, 你的七星步法又進步了 師弟見笑 師兄, 上月十八, 我收到你的傳說 你要我去中謀院消滅魔教 在民間的十三名殺手 我已經把他們殺了 事可惜, 被聶星邪的親信 曹卓走掉了 曹卓走不掉的 我已經在杭州將他們搜刃 人頭在此 好, 曹卓一死 魔教在民間的潛伏勢力 就會崩解 我們的任務還未完成 我們一定要把魔教斬草除根 我在魔教做了十八年的內應 好, 我的目的就是這樣 一定要把魔教趕盡殺絕 是南海三英, 是我叫他們來的 南海三英, 感謝史大俠幫南海派掌門 和五十四位師弟報仇 曹卓的人頭就是這裡 你們可以用來拜祭你們師父 謝謝史大俠 師兄, 上官寶主和國老英雄 在少林子路等著你 還有新任的少林主持, 郭生 他也很想見一下這個消滅魔教的英雄 好, 我也要見一下他們 一個獵媚娘也對付不了 看來他們也是平庸之輩 看來這個妖父也要我親自出馬 好, 我也要見一下 好, 我也要見一下 中南朝引史茂頓, 建國方丈 史大俠忍辱負重 潛伏魔教十八年 今天能夠消滅魔教 閣下應記守宮 客氣客氣, 其實我的任務還沒完成 雖然魔教的總壇已經被三幫四派產平 但是魔教根基深厚, 如意遍佈各地 要將他們徹底剪除 真是還有一條很長的路要走 但是一個魔教的妖父聶媚娘 已經令三幫四派的弟子死傷無數 上官寶主和大方蟬師 經過了半年的追捕, 亦徒勞無功 所以說, 魔教的人真的一點都不容易對付 我們稍一鬆懈, 就會令他們有機可乘 我在魔教十八年 做到他們三大互彈互發之手 只有我最清楚他們 魔教的人絕對不容易妥協 一有機會, 他們一定會捲土重來 正所謂, 星星之火可以燃 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 就是把魔教靜下來的星星之火也要搭滅 一定會令他們從此絕跡功 知道 那你下一步準備怎麼做 方丈, 史某有一個請求 請說 史某日前, 擊殺了魔教教主的親信曹卓 並將他的手吸水下 當年曹卓親領十七名殺手 夜襲南海劍派 一夜間, 雞丸不留 南海掌門和五十四名弟子無一幸免 今天, 史某想借少林池一個地方做一場法事 用曹卓的人頭來拜祭南海劍派五十四人的亡民 不知方丈意下如何 少林是佛門靜地 用人頭來祭殿, 實在不適當 方丈, 師兄並非想在寺裡拜祭 只要在後山這一幅地就可以了 這樣吧 求方丈成全, 以為師父在天之靈 好 師兄 為甚麼這次一定要帶南海三英上力少林寺 做這一場法事呢 我這次法事的目的是主要為了聶明 聶媚娘 聶媚娘帶著女兒在少林寺附近失蹤的事 我想你也聽過 上官寶主告訴我 既然妖婦來少林寺有目的 她一定還會在附近 所以你帶曹卓的人頭上來 是想引聶媚娘出來 在魔教那麼多長老之中 聶媚娘和曹卓的關係最好 如果聶媚娘看到曹卓的人頭 她一定會忍不住現身 到時候我們就可以收拾她 既然如此 今晚這場法事非足不可 她需要的兒子 請盡量 多長得 請盡量 海浜 請盡量 請盡量 很容易 我去找你 魔教荼毒武林 令到生靈塗壇 多年來 死在魔教手上的武林同道 不計其數 魔教跟我們有不共戴天之仇 常言道 血債血償 今天魔教雖然覆滅 但是他們還有很多流亡之餘 我們一個也不能放過 今天, 我們殺曹卓 是要報南海劍派滅門之仇 明天, 我們殺獵媚娘娘母女 是要報三方四派 死去個同袍的仇 除污無盡 我們一定要把魔教的餘孽 斬草除根 斬草除根… 斬草除根… 斬草除根, 斬草除根 斬草除根 斬草除根, 斬草除根 為甚麼?我當你是 推心置腹的兄弟 你…你拼出我 我潛伏在魔教十八年 就是要等這一天 窩图 斬中除根… 上官寶主, 我真是不明白 為甚麼還沒找到聶薇梁 史大俠就把上山的群雄解散 史大俠這麼做 一定有他的道理 貧僧也同意寶主的說法 史大俠是魔教的殺星 死在他手上的魔教教徒 不計其數 就連魔教教主聶星邪 也死在他手上 所以無論聶薇梁的武功 怎麼厲害也好 他一定比過了史大俠 既然如此 我就回韓仁標稿 等史大俠的好消息 我們要回去上官報仰相 兩位一路小心 請… 大方蠶絲, 我們有事先行下山 史大俠, 是不是我們少林寺 招呼不周 蠶絲令會 師兄是想要對付聶薇梁 住在山下比較有利 那你們準備怎麼對付聶薇梁 等 等聶薇梁先出手 請 甚麼兩位 找我甚麼事 沒有, 我來看你和小鳳 我說你不放心就真的 你想來看看 我是不是這麼歸於平淡 怎麼會呢 對了, 已經過了一段日子了 不知道在山下那批 武林高手走了沒有 對了, 有一部份已經走了 那就好了, 遲些我們可以下山 你想下山嗎 我想拿些布去買 我和小鳳 找了這間屋子已經很久了 我想帶小鳳去走走走 那也好, 如果你不搞事 應該沒甚麼危險 你始終不肯相信我 怎麼會呢 對了, 前幾晚我在後山 聽到那些打齋聲 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有些有錢人 在後山做大法事 帶小鳳 還吃飯 你住在這兒去做大法事 那個好, 我一定住在這裡 有錢人 請到這裡 找你一個人 我也要求你 那樣妹, 請到這裡 要求你見面 那樣, 我們也要求你 娘, 我們今晚走去下山了 今晚七巧節, 娘帶你下山玩 好 前天的秘書 七姐 拜七姐, 七姐 knock 七姐 拜七姐, 七姐 knock 七姐 拜七姐, 七姐 knock 七姐 又我駕過狼 comigo, 有田又有寫 七姐 拜七姐, 七姐 knock 七姐 knock 七姐 knock 七姐子, 拜七姐 七姐有我駕過郎君有田有有石 是不是很想去玩? 過去玩吧 七姐子 還有我玩 好啊 七姐子, 拜七姐 七姐像我未來世 七姐子, 拜七姐 七姐像我未來世 七姐子, 拜七姐 七姐有我來世 七姐, 打破你 七姐母 七姐, 打破我 七姐 還要我 四個人 七姐 打破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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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姐 我不意了 妖婦, 童敢入南海派搗亂 史矛盾在哪兒 殺 你們再次機會, 到底史矛盾在哪兒 最好不要逼我, 我不想殺人 死矛盾在哪兒 史矛盾不在 況且你再沒機會見到他 為了我, 看來你卻下了不少功夫 本來我的目標只是史矛盾 看來我要改變主意 你殺了我兩個兄弟 我今天要把你碎屍萬團替他們報仇 憑你們的武功 論武功, 我們當然不及你 可是我們受過史矛盾的訓練 魔教武功的閉處, 我們最清楚了 殺 我殺了你, 殺了你 娘 娘 菩薩, 我到底有沒有錯呢 小鳳, 你覺得娘殺人有沒有錯呢 娘殺的都是壞人, 他們是該死的 今晚本來想殺屎茅頓 為聖教為我爹報仇 誰知道原來是一個陷阱 娘把屎茅頓的人殺光 讓你爹知道我殺了人 他一定會很生氣 我有一個很不祥的預兆, 我會… 娘, 如果你怕爹的話 不如我們下山吧 我們找一個爹找不到的地方 娘不可以走 為甚麼 我這生人 所愛的只有你爹一個 我希望可以守得世宜 但我做不到 既然如此 我寧可接受你爹的懲罰 就算要我死, 我也不願意 我不要你死, 我們可以說謊 只要娘你死口不認 我爹也耐你不學 我不想騙你爹 男女之間的事 等你長大了之後 你自然會明白為甚麼 答應我 無論你爹以後怎麼對我 你也不准生氣, 阻止他 知道嗎? 小鳳 羅兄 大師, 今晚還沒休息嗎 不知道為甚麼 突然間有點心水不靈 想出來走走走 大師有這麼深厚的修行 也會有煩惱的 只要是人 也會有煩惱, 有痛苦 分別就是你怎麼去面對 那應該怎麼去面對 才能把痛苦和煩惱消滅 虎集滅盜 虎集滅盜 只要你亡情氣愛 控制自己的意志 就可以把煩惱和痛苦減輕 只可惜 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 亡情氣愛 多麼困難 大師 羅兄, 我始終沒辦法開悟 方丈, 史達俠有事求見 他說魔教餘孽聶梅娘已經出現 今天我接到一個消息 說有一個貌似聶梅娘的婦人 在嵩山山西五里外一個小鎮出現 購買一些日常的用品和棉線 於是我就趕去查探 但是我查不到什麼線索 日落之後我就趕回去婚院 誰知道 我發現婚院已經被人用火燒了 在婚院後院裡面 我發現了南海三嬰 還有那六個我訓練出來的劍手的屍體 你肯定是聶薇娘的所謂 我不敢肯定 師兄, 除了聶薇娘有這樣的武功 還可以殺死南海三嬰和你的劍手 還有誰 聶薇娘所用的是回風破日刀 但是我在屍體上 找不到任何破日刀的傷痕 反而被我發現了 他們是被一種很奇特的武器所殺 由傷口判斷 他們全部死在一招之下 一招? 只是一招 一招可以殺死六個劍手 如果是聶薇娘的話 他的武功又有進步 如果真是聶薇娘的話 他的確超出了我的估計 看來我們再要召集上官寶主 和三方四派的好手 來少林寺協助我們 到時恐怕聶薇娘會躲起來 不會, 聶薇娘的目標是我 不過他一定很想殺我 尤其是他已經練成一種這麼厲害的武功 他更有恥無恐 他一定會再現身殺我 方長, 從現在開始 蕭林的防範要加強一點 好, 貧僧會吩咐所有羅漢堂的弟子 加強戒備 謝謝方長 進來吧 方長, 羅師柱求見 請進來 大師 羅兄, 我知道你來找我的目的 是為了薇娘那件事 大師, 不知道你打算 怎麼處理南海劍派這件事呢 我要去見薇娘 進來吧 你來了 你知道我會來 我等了你很久 不知道為甚麼等這麼久還沒天亮 到底是不是你做的 我沒有打算隱瞞你 南海劍派的人是我殺的 為甚麼 為甚麼你答應我以後都不會再殺人 當日你在神面前發誓 自毀武器 說我以後都不會再殺人 為甚麼你要破壞你自己的誓言 我不能忘記殺父之仇 為了你, 為了小鳳 我真的不想殺人 可是每一晚我都發惡夢 夢到他殺我爹的情景 還聽到爹叫我替他報仇 我不能忘記, 不能忘記 未良 郭森, 我只要殺一個人 我只要殺死了史蒙頓 只要報到這個手 我真的不會殺人 我求你把他交給我 不行 我殺了史蒙頓之後 你可以廢我武功 可以挑我手跟腳跟 你相信我吧 你不要再逼我 不要再逼我 我一定要帶你回少林寺 交給羅大俠處置你 郭森 你把我交給史蒙頓 他們一樣會殺我 跟你殺我有甚麼分別 我情願死在你手上 我也不會死在狗賊手上 如果你還奶奶我們有半點情分 你殺我吧 你殺我 李良, 你帶小鳳走 我不忍心殺你 我也不忍心把你交出來 我也不可以包給你們 唯一的方法 你就帶小鳳下山 快點兒 以後你們的命運 就要上天安排 我走, 但是小鳳要留下 讓我看到你 怎麼能隔 March 對 我曉得你 好 一音樂 好 一音樂 你看 我盡量 看來 好 好 好 這樣 情下独醉亦已疲倦 是心中似远 是不舍不远 心底的说话就变算 长夜里没怕水 千古千诗卦片 情共爱就有最早已累 痴连仍未去男儿无女 留小鸟不可再追 长夜里没怕水 千有千诗卦片 情共爱就有最早已累 可有疑情别乱 雪再会 一切若爱恨化碎 零 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